Hello 大家好 之前有很多朋友我就留言说要看这个 Toyota 86 还有 Subaru BRZ 的这个 保养成本和有费用是如何啦 那我觉得今天就直接来一点特别的 因为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开着 Subaru BRZ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做一个车主分享的时段 来 我们大家来欢迎 Georgie Woo So Georgie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嗨 嗨 嗨大家 我的名字是 Georgie 其实我是一位香蕉来的啦 So 你们给我一点机会啦 为了我们的观众 You know 我是Try my best Try my best 讲华语啦 So 希望你们不要笑我啦 要笑就笑大声一点啦 So 我们华语有好啦 Ok So Georgie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当初会买这一台 Subaru BRZ Ok 那时候我在找一辆新车 我已经驾了以前的车 它是 Satchia GTI 我驾了10年 然后 我要新的东西啦 I want something new So 我是到处去找 然后 我觉得有很多那些 High Power 的车 大多数都是 FF 的 跑前面的 Then 我也觉得 Maybe 我想 try something different啦 我要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more fun Rate wheel drive And then 可以学新的Skills 可以学评语这样子 Then 呃 所以那时候 在找的时候 我就觉得 86还是 BRZ 是 比较好的选择啦 Then 那时候 我也是在找手牙的车 So 刚刚那时候 在市场有的手牙就是 BRZ 咯 所以我就 end up with BRZ 哈哈哈 So Jorgy 这一台 BRZ 你开了多久啊? Oh 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啦 那你觉得这辆车感觉如何? 感觉的很好啊 我真的很喜欢它的 Feel 咯 因为它的 Handling 是特别好 有 fulfill 到你的要求啦? 有啦 可是 对女人的方面没有 fulfill 到 诶 这边是一辆 两个门的跑车来的咯 没有吸引到 Chicks 咯? 就是讲啦 以前我买的时候 我也是以为 哇 这个 Shape 像 Ferrari 这样子 两个门 又很低咯 然后我以为 哇 很多 Chicks 看到就要坐咯 然后 可能我的 Chicks 的朋友 会打给我 诶 几时要载我啊 那些东西啊 唉 统统都不是这样子的啦 这个是一个 Sausage 的车来的 Sausage 所以到最后只吸引到 Batang 啊 吸引到 Batang 啊 每天我看我的 phone 有这样多 Batang 的 message 啊 哇 我看 Facebook 你改了这个东西哦 你改了那个东西哦 哇 现在你的 Feel skill 越来越好哦 哇 现在 哇 你去哪里比赛啊 哇 这个那个东西 so 全部都是 Man Stock 啦? Yes 全部都是 Man Stock 所以 Jogi 很多人都讲啊 这个 Batang 还有 BRZ Performance 为了啦 比较没有力啊 或是 NA 这些 so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开了两年多啦 就这一台车 到底在 Performance 还有 Handling 方面 是怎样的一个感觉 你说没有力是真的啊 这辆车 它 how to say 啊 假如你跟 尤其是你跟别的 Sport Car 比起来啊 是不用比啦 因为它的 Power 是 会很低咯 你是 Straight Road 你是一定数的 可是 Functionality 外这个车 它是 Design 来给你跑山路啊 那些 Cornering so 啊 真的是看那个 Driver 的 Skill 还是它跑的方法 假如是 Corner Corner 的这些山路呢 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玩 还有它的 Power 真的是足够的 yeah so 我觉得玩这个车 有别的 Function 咯 就不是讲只是跑直路而已啦 对对 but actually 这辆车都有一个 200 HP 对不对 对 它的 真的 so 在 Performance 外 I mean 利水方面啊 如果跟一些 maybe 比较小细细的 Turbo 车比的话 它的那个 动力就是它的 Performance 那方面是怎样 会比较快还是会比较 还是 On-par 哇 我觉得 一大半讲真的会比较快 尤其是 山路还是 有一些 Track 是 小一点的 Track 啊 比较 Technical 的啊 假如你真的会用这辆车的话 它可以比很多车更快咯 so it's all about Driving Skill how you handle the car 啦 要去控制这辆车啦 所以这辆车其实是很好玩的一辆车咯 就是很 会 Upgrade 到你的 Driving Skill 对不对 对 100% Agree so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你了啦 就你开了这辆车两年啦 你有没有喜欢还有不喜欢它什么地方吗 嗯 嗯 喜欢是 这辆车 一大半 owner会跟你说 尤其是那些 很 Experience 的 Owner 他们说这辆车是那种车 可以 Train 那个 Driver 的 这个说的是对啦 因为 你会 学起来很多 Driving Skill 来控制这个 Railway Drive 的车 嗯 嗯 只是 可能不喜欢的方面 是 sometimes 你需要那个 Power 啊 那个 Power 就没有咯 好像 啊 呀啦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 比较大的路啊 啊 有时候 maybe 你去跑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那些直直的路 假如那些有更多 Power 叻 我觉得这个车会更完整啦 更好 更完整啦 这样的方面 嗯 这样你有学到 因为这辆车都是 Drifting Car 吗 这样你有学到吗 How to Drift 谢谢 我认为我的 Drifting Level 是 Basic 可是 我可以跟人家讲 我已经学到 这个 这个 Technique 啦 所以 平常 我们去 一个大大的地方 然后我们放空 然后我们就学咯 然后 有一个 Veteran Racing Driver 他是教我们 然后 我们会学到这个东西 所以 结果 下次我们的 Car Control 也是比较好咯 嗯 这样子啦 那你本身 这方面 你跟这个 你的 BRZ 啦 有过什么 Achievement 吗 Achievement 啊 OK 呃 yes 其实也有一点点 呃 因为 买了这辆车咧 呃 我就 participate 在那些 Autocross 这些 Competition 多一点了 嗯 so 以前 you know 我也是 Car Level 可是 我没有这样子的 Spirit 嗯 so 买了 买了这辆 餐了对的人呢 啊 then 我也是 已经 Up Level 这集啦 嗯 so 还不错啦 啊 跑过 这个什么 MSF Solo Master 跑了前几次都是 Top 3 啦 but 我跑第一次是 跑 Last 咯 OK first time 啦 那时候 我就学了很多啦 好像 我学到 那些人 啊 你看到在马路上 都是很快的 很凶的 嗯 像以前的我啦 嗯 你去比赛的时候 是很慢的 啊 因为 你真正的用 Technic 那些东西 对 所以结果最后 我就慢慢学咯 就慢慢进步啦 对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 Driving Skill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是讲 你开得快 你就是很厉害 其实你要把车开得好 才真的是厉害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BRZ 真的是帮到你很多 yes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 我要问的就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啦 我就直接问车主好了 Georgie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辆车的Maintenance wise 它的这个Cost 它的费用是 大概是怎样 就 Normal Service 我们先讲 Normal Service OK 其实这辆车 Maintenance 是很简单的 嗯 因为这个车是 NA 它也没有 Turbo 嗯 所以它的Maintenance 是很 Straightforward 嗯 像我们所用的 Daily Drive Car 嗯 嗯 所以这个 Boxer Engine FA20 它的名字 它的Layout 有很多的好处 因为你看在它的 Engine Bay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Oil Filter 可以加那个油 嗯嗯 嗯 那个Belt Connecting 那个Alternator Aircon Compressor 跟那个 Main Pulley 那些东西 那个Belt 你就看就看得到 好像 它有 Crack 没有啊 紧实要换啊 嗯 所以 好像你的Alternator 还是 Aircon Compressor 坏了叻 就是在 你看得到的地方 就直接可以这样换啊 就直接可以这样换啊 假如那些人家 Manual 了 嗯 这个是很少换 可是 也是 要换那个Clush Oil 嗯 有时候 它也是在上面可以 吸出来 所以 这个方便 就很 很方便哦 这辆车 你不用把车 jack 起来啦 所以 可以直接这样做 哦 Jack 起来还是要 只是 只是你要Drain 那个油的时候 还是要Jack 上来 可是 有些东西 上面做得到的 所以 比别的车更加简单啦 只是 有一个坏处是 它的Spark Plug 你要换就麻烦一点 嗯 因为它的Boxer Layout 它的Spark Plug 是在旁边 它的位置会比较小一点咯 啊 所以 Normal 的车 上面可以换吗 所以我现在的 Maintenance 只是这样的方面咯 这台车啊 换黑油方面咯 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价钱 它用什么黑油 怎样的一个黑油 OK 我们的黑油 换黑油的时候 总共要用5.5L 嗯 那个用的黑油咯 就是 ZERO W20 因为这个是 Factory Specified 可是 也是看owner 有些owner喜欢用5W30 都是没有错的啦 嗯 啊 所以价钱方面咯 我觉得 啊 会 三四百块 假如你用普通的油啦 嗯 可能它的 Brand 是 Shell 啊 You know Castro 啊 假如你 比较 You know 比较要用好的 Brand了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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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是有八百块左右 所以多久换一次啊 啊 我看在八千公里左右可以换啦 八千公里左右 啊 可是有些owner 看他们怎样驾啦 有时候他们下车啊 那些东西咯 然后他们会再 五千换都有啦 啊 这个正常啦 就是如果你去 push the car 的话 你就是要需要 早一点换这些东西咯 要啦 要啦 那还有其他的 可能啊 像牙油啊这些 又它的这个 Cost 又是怎样呢 可以用 哦 OK 因为我是用 Manual 的 所以 Manual 的 我们平常要换那个 Gearbox 咯 然后我们有那个 也有那个 Differential 啦 所以这个 Gearbox 和 Differential 啊 很多次我们都可以用一样的油啦 它是 它是 Same Oil 啊 这样假如我 not mistaken的话 那个 Gearbox 是 Manual Gearbox 啊 是 2.2L 啊 然后那个 Differential 那个东西啊 啊 转你的后尾的油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 1.3L 1.3L 所以它们是一样的油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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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GEOI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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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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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L4的那个 rating的 因为现在有出新的又是GL5 他们说不要用GL5在gearbox GL5在那个differential ok 因为那个GL5有那个corrosive的characteristic 不适合我们的gearbox 我们的gearbox有那个synchronizer 他们说是一个软铁来的 所以那个是会帮你的那个gear change transition比较smooth 所以那个软铁要保护啦 你是可以用GL3还是GL4的gearbox油咯 ok 讲完这个液体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些其他的这种 wear and tear的parts啦 so Georgie这辆车 我们在这个消耗品wear and tear的parts方面啦 它的这个maintainance的cost会不会高 好像可能brake p 啊 spark plug 啊这些 你可以给大家知道一下吗 ok brake p 是看那个owner要用什么brake p normally 他们会用那些high performance的 so high performance咯 他们每次讲是每一个degrees啊 会一块钱啊 好像你用400度的brake叻 它的价钱是around 400块一套咯 这样子哦 然后平常有人用600度 它的价钱也是around 600度一套啦 这样子啦 but BSE 还有这个86的brake p 会很快玩吗 我觉得不会啦 看它怎样价啦 所以也是像normal车这样普通的车这样子 对真的是像normal车 ok 那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轮胎啊 轮胎这辆车是用什么spec的一个轮胎吗 ok 原装还有guide装 ok 原装的这个车全部都是 来着那个什么mitchellin primacy啊 so most of the time owner不喜欢这个啦 他们会换技比较好的 好像mitchellin PS4 啊 还有很多那种更grip的啦 啊 其实你说的轮胎哦 这个车是 first modification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tires so 你要换很好的 tires then 你的alignment 不是alignment 你的handling全部就有很多分别咯 mitchellin primacy不是 not good的 tires 啊 只是它会比较 滑一点 but 有些人也是喜欢吗 stock car滑滑 哇 corner啊 就哇 一点点可以硬硬硬硬了啊 就可以drift啊 啊 一点点的slide啊 这样子啦 so 它是用这17寸是吗 stock的车是17寸 but 哦 很多owner觉得它的stock的rim 不够 好像太过薄了 啊 stock的就是7节 so 平常他们会换去at least 8节啊 然后那个车就变成比较grip啊 so 它们都是maintain 17寸啊 假如是performance series 的人呢 他们是比较喜欢maintain 17寸哦 啊 我觉得ko怎麼了 这个 啊 现在 如果有些人 可能是专门就是拿来癬險了的话 然后 drain 我觉得 17寸 18寸 to ok的啦 10寸也可以啊 10寸也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 可以啊 嗯因为drift 的方面 它不是 它不是好像time and tack 啊 ijk so 啊 假如那个rims 重一点哦 都 ok 啦 而其实这个轮胎 这时自个车的尺寸是17寸的话 其实它这个价格就不会太贵了 算是蛮清明啊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要买来做飘移的话呢 你可以买那种很入门的轮胎 在这方面我相信可能 200 块就做得到了 那其实是一台蛮经济玩的一辆跑车啦 那接下来 Josie 你开的是首排车是不是 Mano Cup 嘛 在这个 Clutch 方面它的费用又是如何 然后是要多久换一次勒 OK 那个 Clutch 我觉得跟普通的车一样 Normally 80 千公里 你就会觉得它会 Sleep 一点点 这样你就要换啦 一次换 它们就会换那个 Clutch Plate 那个 Clutch Housing 跟那个 Flywheel Seal So Flywheel Seal 在我们的车是最大的 Seal 了啦 因为那个是一次过的啦 一次换啦 So 我看会 cost 你 maybe 三千块左右 三千左右啦 啊 三千左右 OK So for automatic 的话就没有这个烦恼 可是 for manual 的话就要注意这个咯 啊 对 啊 I see 容不容易保养 I mean 会懂得修这台车的 多不懂 会啊 我觉得这个车是特别容易保养啦 啊 很多人买这个车都是 daily car OK 它没梦是 Design 给你做 daily car 的 OK So 是 very daily friendly 然后 我觉得如果 let's say 我随便开去一点 workshop 它们也会做吗 啊 会 一大半都会做 嗯 来 这方面你有什么来建议吗 是 啊 如果 let's say 我买了一台车 这个 BRZ 啦 我要去做保养 有没有来 呃 嗯 比较好去 Specialist 还是怎样 yes 我会 recommend 去 Specialist 在 Malaysia 我们有好像 Notable 啦 四五个 呃 都是 专门会做 Boxer 的车 啊 我还是 recommend 去 Boxer Specialist 啦 啊 有几件是比较 Notable 了 呃 四三件 尤其是 Vision 在 Sunway 呃 XD Autowork 在 Gerpong 还有一件是 SBR Technic 在 Glan Mary 啊 本身的话 我每次去 就是 SBR Technic 在 Glan Mary 啦 因为我相信 Boxer Engine 也在 Maintainance 方面 其实也是比较不一样 对吗 啊 还是很 normal 它是像 normal 的车 OK 像 normal 的车 只是它的 Piston 是打 Opposite 嗯 然后 有时候 它的 Parts 会 Double 你的 Cost 假如那个 Part 坏啦 啊 因为它 Speed 去两边 哦 左右嘛 好像那个 Camp Shaft 普通的 4 Cilinder 车 有两个嘛 这个变成 4 个了哦 可是那些是很 Major 的东西啦 很少坏啦 OK 所以 这些 Major Part 啦 就是讲 你会 4 Engine 啦 是 Times 2 but 它的这个 One Piece 的这个价钱 还是和普通一样 只是它是 Times 2 罢了啦 Times 2 罢了啦 OK 所以 讲了这些 normal service 啊 还有一些 wear and tear 这些 maintenance 啊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 repair 的 stage 啦 因为这台车在 market 上已经是蛮久了 七 八年了 So Joji 你知道吗 这台车它在这一方面 好像那些车脚啊 Lower Arm 啊 Bushes 这些嘛 它的这个寿命会不会长 哦 这个是看个人的 Owner 真的 因为我看那个车 有些 as fast as 那个车只是三年啦 然后 you know some bushings already 有声音啊 硬了啊 然后有些人用到七 八年叻 它才开始 to show 一些 sign 那些东西 So very hard to say 我觉得 是 depends on 你看你怎样开那台车啦 对 看你怎样开那台车 还有你买到来的那个 condition Ok so let's say 我们先讲 Absorber 啦 So Absorber 会耐吗 Absorber generally 这个车很耐 它的可以用 more than 5 years 啦 easily 啊 but 看那个人讲价啦 不懂啦 这个都是看你自己的价啦 它去 rally 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啦 I see I see So 它们这些 major parts 啦 的价钱 会费吗 Ok generally 这辆车 假如你要跟那些普通的 好像 日本车 啊 普通的日本车啦 那些 economical 啦 maybe Hyundai Accent Toyota Altis 我们的车会贵一点 but 我们的贵不会贵到那些空地的车啦 它的 bushing 跟那些 general parts 啦 So overall 你觉得这辆车是很容易啊 Yes 很容易保养 Then 你可以很适合你的 daily driving Then 一时一时你要去跑山 或去 track 都是 ok 啦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改装的空间 你可以做很多的 upgrade 你有很多 modification 的 parts 可以玩 对对 所以这辆车 如果你是个玩车 Gaki 的话 我觉得这辆车其实是蛮好玩的一辆车啦 Ok so 接下来我就要问你啦 这台车有什么 general issue 吗 有什么 common 的一些 issue 还是什么的 Oh yes 有一个 issue 有一个 issue 是 50% 的 owner 都有的 它是叫做 Steering Column Bush Ok So 这个东西很可爱的 它是好像一个 little star 这样子的 小猩猩啦 是的 它是 plastic 的 shape 而已 它在你的 steering 里面 其实换这个部分 不会贵啦 它只是 50 块就买得到了 整个 part 是 50 块 只是它的 labor 会多一点啦 因为那个 steering 全部都拿出来 可能要 200 左右 那个 labor 整个 total or labor Labor 罢了 200 左右 它的 problem 就是 好像你开始架啊 你摆那个 steering 它有卡卡卡的声音啊 那些啊 就是这个 plastic 啊 它已经脆了 所以这个东西会很常出现吗 大多数 owner 都会换 用了几年了 会换一次啦 So 几年啦 at least 一次啦 几年啦 几年 那 consider ok 啦 看它怎样价啦 有些人 unlucky啊 他刚刚买车 可能是 两年都有出现这个问题了 这样子的哦 这个很难讲 因为 Most of the BRZ and 86 啊 通常都是 recon car so 这方面真的是看那个车的 conditions 但是这个东西是几年才会需要更换一次啦 对 哦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手牙 经常有的问题 就是那个 throw out bearing 有些人叫做 clutch release bearing 那个 2012 跟 2013 年的 经常它的 bearing 会坏 坏了就有一个味道会出来 可是你换了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 Subaru 已经 improve 那个新的 part 了 所以这个平常人家换叻 它的 gearbox的 class plate housing 跟那个 flywheel seal 都是一起换的啦 因为它整个要拿下来啦 那个 throw out bearing 它的价钱只是200块 不贵啦 i see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嘛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嘛 还有一些东西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 control 你的 spending 啦 因为这个车有太多东西 你可以改装啊 可以 upgrade 啊 就是这个东西罢了 ok so 这辆车 如果讲到 upgrade 的话 它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 哦 有太多了 这个车我觉得是 one of the most too many things 啊 有些东西 别的车我没有看过 这辆车都有的咧 好像 something called brake stopper 上次给你看过 那个 so 它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的好像铁哦 它会顶住你的那个 brake master cylinder 所以下次你按 brake啊 你的 feel 会比较更 firm 这样子都有咯 so 我看从 alignment 方面 到 engine 方面 都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啦 a lot 各个都是看名牌 那个 absorber 是这个很 very famous 的 mod 啦 so 有 10 有 hks 有 all in 有这样多个名牌咯 all in 是最贵的了 ok so 价钱是什么 range 大概 假如我的话 我是用天啦 so 我的是 三千多块 左右 then 有些人 比较喜欢名牌的 you know 更加 quality 的 他们会用 hks 啦 hks 五六千咯 so 越来越上这样子啦 一直上去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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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你说那个 struck bar 那些东西 都是太过多 brand 了啦 一大半人喜欢用很名牌的 好像 kuzco 啦 kuzco 是 very famous in 86 so 它每个名牌 它整个车都是有包到完啦 哪里一个部分 anti roll bar 那个 front truck bar 都可以变成几千块 so 假如 假如 你真的要 换很多叻 我可以变成几千块咯 I see 平常一片 什么名牌都好 它会有 800到1000块咯 front truck bar还是 front truck bar front truck bar equal length 和 unequal length header so 那个 unequal length 那些人改了叻 他们要那种boxer的声音 p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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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声的 so 那些人会改 unequal length then 假如我要讲 可以讲到明天啦 有很多东西可以改 ok so 你分享一下 你本身用的这个 exhaust system 是什么 哦 我本身用的是 equal length 我的 exhaust有一点 special 因为我的后面的 我一买那个车 就来了这个 很 branded的 titanium exhaust 啊 so 我的声音有一点不一样咯 它的声音会比较 啊 怎样讲啊 会比较 啊 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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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贵 它的名字叫 Tommy Caillar 啊 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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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 Malaysia 我还没有看过有人用 所以我的车 special 我转到咿 然后 exhaust 前面的部分 还是 original 的 所以那些我是自己换掉啦,换掉 Aftermarket performance 咯,Stainless steel 的啦 只是后尾是很 Special 好,这样 Georgie 我就有点好奇了,接下来 这辆车如果, let's say, talk about modification 和 upgrade 啦 它会贵完吗? 我觉得会贵一点,因为现在这个车流行嘛 所以它的载盖装的部分会比较贵一点啦 So, compare to, let's say,一些 Japanese brand 啦 可能像 Civic 这种车的话 它是它的 range 会比较高吗? Yes,我觉得比 Civic 会更高 假如那个 Civic 是 Civic Type R 的叻,就不一样的 story 啦 假如啦,今天我要买一辆 BRZ 的话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很喜欢 Subaru BRZ 的,很想买 OK, so, let's say 我要买一辆 BRZ 的话 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现在那个 JDM Import 有这样多 So,我觉得第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买那个车的 report 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一大半人都是会买 Recon 啦 很少人在马来西亚买新的啦 So,那个 report 很重要 你看了那个车呢,你做 General Checking 咯 你看,看你喜欢那个车没有,看 engine bay 所以, you know, normally 我是注意,那些 Headlamp 还是什么 它的,它的,它的, 怎么讲啊,不是铁钉啊,它的 board 啦 它的,还有没有,它的 positioning 有跑没有啦 所以,可以大概知道那个车有没有撞过那些东西咯 然后看那个 Headlamp 两粒是同一样的 edge 都没有啦 没有一个 C 没有一个 G 这样子咯 所以,这个是 Basic 外表的 Checking 啦 然后,你 Check 那个门可以关好来没有那些东西咯 So,你真的喜欢这个车 Next Step 一定要做就是买那个 Car Report 啦 So,现在你可以去 Scrub.com 我听说它的 Report 很便宜 在 50 块左右啦 So,好处在这个 JDM 车 它的 Report 真的是很完美咯 So,你买了那个 Report 你看了 你就知道这个车它的 history Ok, so,这个是那个车的 condition 嘛 Other than that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咯 就可能 like Powertrain 啊,还是什么 它有什么 parts 需要来留意 避免进来,避免买到有问题咯 嗯,我觉得 engine 的 part 是很难看到的啦 可是,在那个车的 Report 你可以看它多少 mileage Mullage 也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可能它会影响它的车的 value 可是 假如那个车是 very well maintain 啦 So, I don't think it's a problem 啦 Ok, I see, I see So,其实这辆车都算是比较 problem free 的一辆车啦 It's like,你买的时候,就 even 你买或者是你开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照顾还是什么 Yeah,哦对,我才想到罢了 啊,它现在有一个 famous 的 problem 什么事情? 我现在讲,OK,虽然是一个 maintenance 很 friendly 的车,很普通的车 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那个 valve spring 啊,那个 issue,那个 valve spring recall So,你可以上网看哦,那个 Toyota 86 跟 Subaru BRZ 它有其中一个 chassis 啊,不同几多 number 到几多 number 那个你可能可以注意咯 一个 batch 啦 一个 batch 啦 So,你 try to avoid 买那个 batch 买到那一个 batch 因为如果真的是有中的话,你也不能回原厂 不能了,其实中的话,其实那个 owner 有两个 choice 啦 一个 choice 就是他们拿去换啦 那去换什么? 换掉那个 valve spring 就是花钱换啦 花钱换 然后,有一个 choice 是他们完全不用做东西 什么也不用做,只是这样加下去啦 没有问题的吗? Most of the time 我看真的是没有出事哦 只是那个人买了这个 valve spring recall的车 他们去做了,那个人做不对啊 一大半才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 maintain 的话是不会有任何 issue 的啦 So far 我没有听到什么 issue 只是那些人去 replace 啊 unfortunately 就会有issue 假如那个人好像跟他 fix 不好来这样子啦 OK 是咯 So,这个东西 最糟糕的情况啦 最糟糕的情况 会是什么问题咯? 如果没有换的话 嗯,那个 valve spring 啊 可能会好像 好像会爆掉啦 So,这个是对那个 engine 很不好咯 然后你的 engine 的 internal 都会坏掉啦 因为它的 valve 啊 那个关开啊 已经影响到了嘛 OK OK,好 So,这个是 worst case 啦 Yes OK,Jody So,我最后就要问你啦 你买这台车有没有后悔 哈哈哈 OK 后悔的方便是我的 pocket 咯 哈哈哈 So, you know 每一次你的薪水出来了 你就 我想买这个 part 我想买那个 part 就是太多东西了啦 然后你喜欢去跑啊 你的脚羊的啊 你的 tire 也是很快玩啦 So,这个方便 我是完全没有后悔啦 我觉得 very lucky 我买这辆车 因为我买到对的车啦 So,我也遇到很多新的朋友 and then share到很多新的东西啦 还有 玩这个车的 community 每个人都是 car enthusiast and 都是很 skillful 一下啦 So,可以 share 很多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要 在这个开车技术方面 要提升你自己的这个 skill 的话 这个是一辆很好的 Yes Yes very good car to as a platform to upgrade yourself 对 So,我也是想欢迎 每个 owner 还有 fans 对这个车的 join 我们的 official club 在马来西亚 它是叫做 86M BRZ Malaysia 从2013年都有了的 我们focus在 Motor Sport Safety 我们经常安排很多 track gymkana autocross 还有drifting 的event 所以join 这个community 你会交了很多朋友 还有学很多东西啦 So,对这个要买BRZ 还有86的朋友 你有什么话要讲吗 OK 我会跟他们讲 be prepared with your bank account then if你有老婆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guys have to like that then有时候有很多event ok 然后你的老婆 会要给你permission then you know you know what to do啦 sometimes你要带她去dinner next time to to保养 or replace back then for single friends 你买这个车的话 你想靠很多Leng Lui be prepared啦 可能90%是sousages啦 thank you 哈哈哈 OK好 那我们要很感谢 Joji今天上我们的这期节目 分享这个 SUBARU BRZ 还有Toyota86的 保养方面的资讯 还有买这台车需要注意什么啦 So,Joji 非常感谢你 那今天这个特别的车主分享 还有Maintainance & Partners 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一期的节目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对这台车 有什么问题想要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叫Joji过来回答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86和BRZ的车主话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和这台车的故事 和点点滴滴啦 So,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小明 他是Georgie Georgie 和大家讲bye Georgi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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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小明 for having me OK好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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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